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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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情况,随着该住的天气持续晴朗,麻坡线的水汇已经消退,所有受影响的灾民被允许返回各自的家中。目前,县内已经没有任何疏散中心在运作。 柔佛卫生与环境行政议员阿维达纳登表示,来自两户家庭的五位灾民已经离开疏散中心返回各自的家中。截至早上10点30分,县内最后一间疏散中心也已经停止运作。 该州在较早前,因为连日的暴雨,导致州内有多个地区出现水灾灾情,其中以麻坡线、东甲线、奔征线以及巴珠巴峡线的情况最为严重。 环境局在6月3号接获港口管理层的通报, 并在6月15号证实,这批名为电葫芦尘埃废料的重金属废料已经抵达我国。 他表示,环境局已经通知罗马尼亚巴塞尔公约只把当局将110个货柜的废料运回原国,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展开后续的调查。 调查显示,这批废料的申报资料为金链的金属和户柜箱里的实际货品不符,大马不曾批准进口有关的废料,也没有接获出口商,通知这批废料会在大马转运。 巴塞尔公约将重金属的废料,列为有毒的废料,2005年环境素质条例也将之列为指定的废料。 根据资料,电葫芦尘埃废料含有多种危险的重金属,假如没有依据指定的程序处理废料,将危害环境和人体的健康。 他也说,今年1月1号到6月30号,环境局和关税局以及港口管理层合作,总共截获28宗非法进口的洋垃圾案。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昨天在柔佛奔针丹荣彼爱海域,导破一起走私毒品的案件,有关当局在堡垒行动中,起破价值16万令吉的毒品,并将一名男子逮捕归案。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荣佛州局长阿弥陆利表示,当局在本月17号凌晨3点30分展开巡逻时,截停了一艘纤维船,之后,当局在一个隐蔽的座位下方,取获一个装有3.2公斤冰毒的桶子,并将38岁的男子逮捕。 此外,该名男子在接受尿液检测时,结果显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因此,警方相信他是为了掩人耳目才伪装成渔夫, 以便将该批毒品运送到印尼,不料在途中遭到当局的拦截。 阿弥陆利表示,当局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条B款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 水产养殖包含了技术、知识,也包含了鲜为人知的工作。 水产能健康成长,背后离不开的是养殖业者的艰辛与守候。 水产能健康尚 以此,通過E-Penjana program yang bernilai RM750 juta, kerajaan akan mengkreditkan RM50 ke dalam akaun e-DOMPED pengguna. Ini akan dipadankan dengan tambahan baucer, peluangan tunai dan diskaun berjumlah RM50 Malaysia daripada syarikat khidmat e-DOMPED. Inisiatif ini yang akan bermula pada bulan Julai 2020 akan memanfaatkan RM15 juta rakyat Indonesia. Kepulah Kepulah 主席德德西达注定指出 第三轻快铁计划 预计将在2024年进攻 截至6月30号 该工程已经完成了超过 30% 一旦正式投入运作 预计会有超过200万人受惠 达注定表示 这项从巴生谷西走廊 衔接到吉隆坡的工程 全长达37.8公里 目前这项轻快铁计划 已经完成33.12% 他指出 第三轻快铁投入运作后 预计将汇集超过200万人 每天可以再送多达67000人 此外 该工程首次使用U型大梁搭建 这样不仅能够缩短施工时间 同时还有助于美化市容 有关大梁会先在高原网 太子城工厂生产后 才送到建筑工地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数部 执法组监督鸡肉价格的时候发现 从7月1号到17号 大巴沙和超市的近期零售价 开始下跌 执法组主任达注 伊斯坎达哈林指出 这个趋势和生机农场价格 下跌的情况是相符的 伊斯坎达发文告知出 生机的农场价7月的第一个星期 是每公斤5令吉20仙到6令吉10仙 第二个星期的价格 是每公斤4令吉50仙到5令吉40仙 而巴沙的近期零售价 7月的第一个星期 是每公斤8令吉到8令吉50仙 第二个星期则是下调到 每公斤7令吉60仙到7令吉90仙 他补充贸销部将会继续监督 市场积架和供应 是保消费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 购买鸡肉 他也提到贸销部在6月15号 接获民众的投诉 鸡肉的价格上涨 6月17号到30号期间 贸销部官员已经针对 涉嫌谋取暴力机犯展开调查 一共有8份调查文件 他补充贸销部援领 20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 第14条一款调文 调查4名马六甲公共巴刹鸡犯 3名马六甲鸡肉批发商 以及1名吉隆坡鸡肉批发商 一党首领主席的端端以brahim有信心 国盟里的各政党 能够在来届的大选 解决议席分配的问题 他也说一党已经做好准备 迎战大选 并积极增加各周数的党员 他是在新山出席竞选机器的 推荐仪式时向媒体这么表示 他强调虽然一席分配协商的工作备识 但是他有信心能够解决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利指出 五国正在建设第一所商业生物防治药厂 估计会在四年内建好 届时大马将会成为东南亚主要的生物防治药 制造国家之一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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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2424 202424 开例补充 Vengetec私人有限公司 将会投入1500万令吉的资金 为国内和海外的市场 供应生物仿制药 他有信心 大马会成为这个区域的领头羊 制造价格更棉移的药物 降低我国政府的医疗经费 同时提升大马的医疗水平 马兴两国早前宣布 将在8月10号开放边境 让符合资格者来回两地进行公务 商务和通勤 为滞留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公民 稍来好消息 让他们迫不及待回到各自的老家 甚至已经列下他们在回家之后 想要和家人一起做的事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心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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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能够赚取出资格的资格和公司 以来的资格和经济的资格 在这段时间的资格 也包含了鲜为人知的工作 水产能健康成长 背后离不开的是养殖业者的艰辛与守候 以上是这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祝大家平安健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